大家好 又是7月尾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暑假過了差不多一半 但我們特區政府和球有關的醜聞 是一波折一波 上星期我們講了陳茂波 這星期另一場球 正古大球場裏的球賽 這場球又成為了國際大笑話 如果有朋友留意到上網 也有見到為何我們去大球場 畢竟香港是一個國際刀會 但到頭來變成一塊香港大農場 甚至你會見到一些網民去改途的時候 甚至將一隻水牛和農夫放在這個大球場那裏 完全見到一塊 基本上不是一塊波地 基本上是一塊爛地 再爬鬆些 種草、種米、種菜都沒問題 我想整件事來說 大家都會留意到 其實政府也做了很多補華功夫 也算是幸運 因為昨晚沒有下雨 所以長波又順利進行 很多主要媒體很配合 說到球迷很滿意 又或者落場的球員 也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一方面 我想整件事都反映到 其實政府投放這麼多的資源 甚至保養球場各方面 但是一些相關政府部門 特別康民住各方面 究竟在整個球場的管理各方面 究竟發生什麼事 又或者其實從這件事上面 都會見到就是說 究竟我們整個特區政府 我們說以前香港政府 殖民地時期的統治 就是基本上又有講效率 又有效能 但是為什麼現在連一個球場都搞不定 是不是真的冷過天 整天下下雨 實際上根本由始至終 相關政府部門 根本也沒有好好管理相關的一些設施 令這些設施成為國際笑話 其實老實說 這些球場的問題 就不是香港有的 我記得以前巴賽 主場都很嚴重的 就是地太軟太鬆 搞得他們自己的球員經常受傷 再進打主場 都沒有主場之理 後來 因為他們搞不定 就搞定了 現在我們那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主場館 是沒有人做主場館的 是政府做主場館 政府又覺得有什麼所謂 是吧 就讓他爛 那就一天天爛下去 結果爛爛爛爛爛 當然爛不是問題 如果你說你來耕田 但如果你說一場球賽 如果你說一個很基本的設施 就算我說我不是一個球迷也好 你看到一個球底爛爛爛爛爛爛 好像地中海一圈一圈 我想整個球賽現場直播 觀眾看完之後 就算你說 掩著半邊的心 說場球賽多好看 就入了七顆才算 但你一個這麼難看的球場 拍出來的話 人家都會覺得情何以堪呢 老實講 這件事就很久以前的事 話說 大家如果年紀有一把 我們有一個叫做蘇趕寶大球場 那個球場 就極之 在現在這個角度看 極之嫌疑不代化 因為 除了在現在我們的西漢台 即是坐二萬八千人的 就一層的 就沒有三層的 除了在西漢台那裏 有些木耳和對號入座之外 其他東南北 北就是場館 北坐很少人的 南就是所謂的大中底 現在是南的大中底 即是最便宜的 東漢台都是用石做的 場館和西漢台正宗那幾行 就有木耳坐對號 其實坐那裏 我想應該是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至四千人 二萬八千個座位 二萬四千個座位 就是用石做的 即是 即是 所謂夏天興 冬天就冷 有一個受罪 改建都沒有了後非 因為那個大球場 容量少 還有一個跑道 即是有一個跑道 即是有一個跑道的 因為那時起的時候 打算是給一些 其他的團體 做田徑運動會 田徑會 所以改建了現在的確好一點 但問題就是改建了之後 那個硬件做得不太差 因為我們看到三層 也有所謂豪華的設備 包廂 三層看下來 現在我們有三萬八千人 即是 即是 不是三萬多 四萬多人的球場 就算是看得下的 但問題是硬件可以 管理和軟件就不行 因為 在建好新場館之後 就將它 有的政府大學場 就是由港英政府去管 當時是由市政事務處去管 即是由市政局去管 不是由政府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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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市政局 市政局也好去做草地保養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後勤服務 所以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麼 就是自從溫布萊搞了之後 鋪錯草皮之後 我們的後場就是這樣 到底是否可以搞不定呢 現在大陸天河體育館 都是這樣搞的 都是花了幾百萬 所以其實問題就是 到底現在 民政局叫康民署去做 康民署有外判 判上判去做這個球場 是可以不可以的呢 如果你說謀利當然可以 因為如果你外判了管理權 出去的時候 那些人才會賺錢 大家都知道 如果爆了都蠻好賺的 或者跟你在場租 或者簽了做這個住場 提供服務的機構都非常好賺 所謂的旺丁就必然旺財 但是旺丁旺財之餘 這個球迷去到一個 我們香港的所謂足球的主場館 的感受是什麼呢 就是給一些次場館都不如 譬如旺角 或者現在在踢 這個 甲組的 某些球會裡面的 由這個 民康署去管的 政府的場館都不如 對香港球場的質素觀察 譬如剛才提到溫布萊 當然想起這個網球 但未必直接有關於這個 溫布萊 不是溫布萊 是英國的主場管理 溫布頓才沒有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懂 這間公司 很簡單 就是以前 在市政公司年代 至少有民選議員 去監察一些政府部門 他們做的工作 他們的表現好不好 但現在判了出去之後 基本上 市民也都難監察 很實際 我剛才說 私營化之後 其實政府本身 都難得去監察 這些私營機構的 服務表現 不單止你說球場 甚至你說 可能清潔 各方面 其實 判了出去之後 實際上 市民的監察少了 政府也都因為 這個 我判了出去 我當見不到的話 你都會見到 其實很多的問題都出現 所以 為何 這次的事件本身 為何 特別受人關注的原因 就是 一支外國 那麼出名的球隊來到香港 你應是說 我們應該是 提供最理想的場地 給兩隊球隊作賽 但 其實之前 好像上個星期那場球賽 很不幸地下大雨 變成泥賽 幸好昨天沒有下雨 結果沒有變泥賽 但其實 見到球場的質素 的話 球迷本身 你一件事 其實朋友都說過 就是 昨晚有很多的球迷 是進不了場去看球 在外面猜測 很多朋友都說 究竟 其實上 適合昨晚球賽的票 究竟 怎樣去拿到 怎樣去買到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 我看這個 不要說蠻聯 我看這個 另一個挑戰盃 就是 熱刺 和 曼城 和 新特蘭 對南華的挑戰盃 有些票 就沒有畫位 即是說 你進去後 不知道有沒有位置坐 如果沒有畫位 其實會遭到很大的漏洞 即是說 可能 賣了 四萬五千張票 大過球場 的話 只有五千都可以 因為其實是不能查 查 如果你是一個 都要入座 的話 沒得坐的人 一定會知道 為什麼沒得坐 很簡單 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因為 民心說 你可以多印票 亦都可以彩色影響 有些人會狡惑 彩色影響就可以 因為那張票 完全都不用給管理員看 撕了就算 就放在一邊 鑾根又沒有號碼 所以其實很難查 有沒有這樣的情形存在 很難說 如果你是畫死位 就最少第一 那個球迷買了票之後 他沒有位置坐 可以找那個服務員 是帶他去找他的位 現在就沒有 你現在找他 說他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第二個漢台 因為他有六個漢台 沒有畫位 可能第二個漢台 有人走過來坐 這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要檢討 第二個就是 很多所謂私商秀秀 內部配售 拿了票出來炒也可以 在網上 那個挑戰杯 都是給多200元 就可以在網上拿到票 這些票是怎麼來的 沒有人知道 是吧 就變了 有票沒有人買到 有人買不到票 就是這樣 我還聽說 有個說法就是 其實那些票留給自由行的旅客 有一個說法 留給自由行的旅客 你也要買得出才行 這個就是非常之諷刺 當然 如果你用自由行的旅客 就要 由這個 其實我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就是 你找一個人來承包 承受 承包 來買 那你就有數得計 不是內部 不知道 譬如說 我們有四萬位 有四百張 是給自由行的 或者八百張是給自由行的 這個就有數得計 所以 整體來說 其實就是 做少少好事 做到 變了壞事 很簡單 明知道有兩個英超球隊參與的杯賽 為何要在五天之內做完 由禮拜三至禮拜一做完 是否可以分隔遠一點 當然 這是在針的球隊來的時候 我明白 因為 這個萬聯就是 東遊 我們最後一站 最重要的就是 去其他的地方 日本打了兩場 或者是澳洲打了 這個萬聯比較難走 但是 二次新特蘭 為何不可以走一走 你就不會說 五天打 打那麼多場球 他現在是五天打五場球 如果下雨當然會難 第二個就是 由於這樣的時候 現在 我們主辦這個挑戰盃的資格 可能就被其他地方拿走了 即是又被新加坡拿到 因為我這個 為何要這樣做呢 其實我跟足總會長 我以前的同事 梁麗芬的老公 梁孔德說過 我們說過 如果人是新加坡做 為何我們不做呢 他做了 我不知是他做的 但我看來不是因為 是百克來做的 即是一間商業機構去做 就不是足總掛正頭牌 你說你給了百克來做 百克來做也不同 百克來的做法也未必同 所以其實足總在這個問題上 真的非常好笑 尤其是他走去問政府給錢來給結智去對萬聯 就是匪夷所思 為何不是港聯對 為何一定是要結智呢 所以由民政局去管康民署外行領導外行 民政局外行領導外行 領下去當然是很大的麻煩 老實說 在這個問題上 中文體現了第一 就是官僚制度的僵硬 第二就是 以為純粹用外判的方法去處理官僚的僵化 和卸責其實都未必是一定可以的 因為如果你利潤先 當然他就不會好像那些官員那樣 就是不懂得變通 就是少做少錯 但是他又會大做大運 即是他夠膽去騙大家 即是商場的原則就是 就是過一開神仙 所以我會認為第一 就是舉辦這杯賽的時候 是否有一個統籌呢 那麼政府的角色 既然花了這麼多錢 他可不可以做好一點呢 第三個就是關於球場的問題 香港的球場不足 令到人做錯的球場負荷過重 我覺得其實在某個角度來說 你一定是要做多些球場 第一 或者是如果不行的時候 用放真草去代替一些真草的球場 剛才我提過一個問題 我自己都以往做一些研究的發現 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香港的 如果你說香港其實 足球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體育項目 政府都會花很多錢 即是一個值得扔很多錢 那就是你的問題 但為什麼不夠這個局場 除了種草之外 就是種錯草之外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譬如外國的疏水 即是說去水的功夫做得很好 因為你要做一些疏水石在下面 讓那些水過了草之外 然後你可以走 第二 人家都有在下面鋪設一些暖管 來熔冰 熔冰 熔冰 是 老實說 你用暖管來蒸些水 行不行 現在未必不行 一樣的 所以其實 不是不能做 而是我們有沒有興趣做好它 因為這個大球場多災多難 開演唱會固然是維持收入的一個方法 當然你要規定開演唱會 不能弄壞草 但現在租了很多地方 被那些所謂團體搞 那就是踩了那些草地 還有籃球賽呢 籃球賽其實對草 籃球賽還是當球賽 但問題是 如果第一 你不能夠建造一些場館 是可以舒緩這個 現在我們這個政府大球場 這個主場館的負荷的話 你必然在那裡集中 在那裡 這個旺角場 是做了加強版的 是吧 但是都是 坐了一萬人左右 其實都 不是一個理想的場館 至於其實 港會 藍華 更加是 都不是可以認真去比賽 即是不能夠做一個 高一級的比賽 提供一個更加多的球迷 去看一些高水準的球賽 嘩 長谷你這麼說 因為這集 其實都是講關於大級醜聞 又或者其實 剛剛我想到幾件事情 就是說 2008年經過的時候 又或者其實之前一些 某程度上 某一些 可能是國際賽事 其實 都找了香港 作為一個主辦機構 但是 一被香港搞的話 原來什麼都不夠 一是就不夠 一是就不合規格 結果就強行去改裝 又或者甚至是逼 譬如當年就是 或者好像是搞 東亞 東亞 結果就要逼這個 東亞就是搞了一個大樂法出來 因為他 要強行搞的時候 就在中軍有很多球場 搞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連主場館都搞不定 或者主場館的用處 你都搞不定 其實 當日這個大球場 即所謂以戰養戰的時候 曾經考慮過 可以舉行一個音樂會 但是因為 周圍的有錢人 就說開音樂會 可以吵著他 那就不行 老實說 又是浪費時間 因為你隔這麼遠 那些度分貝 可能都不會很準 或者是準 都未必影響到很久 反而好像我今天去 看進法花園 就是張花園在 一個油麻地警署隔離 隔離 隔離全部都是交通要道 現在還要把高鐵的總站 以至到九龍中 沙中線那些都放在那裡 人家有草音 當然是沒有人理會的 可能是幾天 最多一星期 但是你交通的東西 是一輩子的 問題是 如果我們的球場 是經常荒廢 只是被政府拿來做一些 應酬他自己的事 就比較難 剛才我們也說了很多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搞一些國際的體育 即是城市或者一些賽事 一來一些相關設施不夠 第二一些相關設施 很簡單的 你高爾夫球 即是在粉領的高爾夫球場 好像荃灣那麼大 面積不止 你比荃灣大 那好了 只是少數人享用 搞得很漂亮 即是我們便宜租租給他 讓他省下成本 讓他收那些會員昂貴的費用 以及收打球的人的費用 令到他變成一個世外桃源 東北天堂 但是對於大眾的運動 即是很多人喜歡起外 有參與 以及以觀賞這個運動 為其中一個消遣 或者是一個節目的時候 他又覺得 我是所謂的 我打高爾夫球重要 他經常說 高爾夫球很重要 為何足球賽不重要 足球賽可以亂搞 是不是 浪費時間 又或者 其實重點是 他搞這比賽 究竟是真心提倡運動 還是其實 要證實某些人 他們有做事 結果 就拿很多錢 去請某些隊伍回來 或是搞某些政事 但到來改來搞去 就搞一個大頭髮 結果搞這些比賽 其實是露自己 設施不足 設施不合規格的 結構性的問題 這一個我想是 香港運動 整個大的發展 一個最大的障礙 就是 控制資源搞運動的人 根本是沒有心搞運動 搞運動 搞一些城市 純粹目的 是為了自己 還有一個問題 香港足球的發展 就是 不夠球場 其實 現在我們 踢業餘賽的人 都不夠球場踢球 所以出現炒場 炒場 就是最醜陋的 就是政府 提供的場地 竟然炒起來 然後賺了倍利潤 粗略估計 一個月 如果把所有的政府場地壟斷 或者九成壟斷 其實都在說 百幾二百萬的大生意 即是說只是利潤 這些利潤 老實說 第一 應不應該這樣去賺 第二 就是 其實在香港 除非你說真的很有錢 其實 很多的球會 或者很多的相關的組織 其實他們都不是說 十分之 經濟上很富裕 雖然他們可能部分有賺助 所以如果你說 其實可能其他錢 可以投放多些給運動員 甚至在他們 甚至他們的比賽過程裏面 因為受傷 各方面 如果你說多一些錢 或資源 幫助他們 可以康復他們的身體 其實 為何這些錢 反而是拿來 利益了別人 去 在組織方面賺大錢 這個 你都見到香港 他的發展 特別是一些 政府表面很重視 但實際上 就好像是 愛你不利的 體育項目來說 香港有很多這麼怪的現象 這裏其實都發現到 香港政府 或者我們特區政府本身 就是 當花很多資源 精力 去做他們那些 叫做大的工程 發展東北 又或者 建高鐵 又或者 搞一些 大型的設施 以賺錢 或者發展振興經濟為名 但實際上 將利益 輸送給一些大壯傳 之餘 其實 你會發現到 可能小市民最需要的 或者一些相關的 設施 服務 甚至一些 生活必需品 是一向 被政府 忽視 所以 我想這次大頭牆 這件事 一方面 好像很多政府的手紋一樣 最終可能是不你了之 但是 將來我們都不擔保 如果有相似 一些這樣的比賽 相關的部門 或者要表現自己 有做事 有表現的話 這些醜 其實必須 必然都會發生 民康署 這個市政局 沒有了之後 就是說一個民選機構 去 制定政策 和監察 市政事務處 去做這件事 即是 已經變成 不是事實 因為是殺一局 當時 就是說 由區議會去做這件事 由區議會 去行使市政局 以前的職權 就不用架床貼 是三級議會 事實上不是 現在 就是 區議會沒有什麼抗權 就是 每區扔一億 都給你 政治籌用 自己找一些團體 去Claim 它 或者找一些 NGO去吃掉它 之外 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 有一個監察的時候 轉了過去 給民政局 和康民署 監察的時候 就很嚴重 康民署 有一個問題 就是 它 一直都認為 用市場去解決 所謂官僚的 拖拖拉拉 湧湧種種的問題 你一去了之後 其實有產生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外判的人 很多可能都是 以前食環市 或者康民署的官 他組織 他去 整一間公司 來競投的時候 非常之有優勢 他看開他的人 亦都是和他朋友 這就是一個 投標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投標之後 大量用外判工 或者甚至外食用工 你怎樣搞呢 第一沒有歸屬感 第二沒有出業知識 如果撞到一些 好像大頭牆 就馬上欺負了東西 所以其實 我覺得整個問題 是錯就錯在這一點 第一就是 政府沒有盡到責任 外判 外判之後 層層分判的時候 變成那些 從業員沒有歸屬感 和沒有專業的訓練 如果你要專業訓練 因為洗廁所 可能專業訓練會少些 但是養草 就不同 所以其實他這個環節 就是 其實很廢時失事 就是叫康民署的人 看著一間判口公司 怎樣做 如果判口公司 可能認識一個上司 怎樣搞呢 所以你看到 就是 香港政府 已經管不管 有一個很簡單的例 最近大家可能在網上 都看到林老師那件事 林老師和關清協去吵 那關警察什麼事 警察 為什麼關清協可以橫行香港 警察動都不敢動 是不是 而有人覺得關清協去 試意打壓法輪功的言論自由 看不過眼睛跟他爭 警察去介入 他說要別人做這樣 或者不做這樣 或者是恐嚇別人 很簡單 別人問他 為何會這樣 他說 小姐我不會跟你說 有什麼事回胎館說 什麼意思 因為就是拘捕 所以我覺得這些輕挑的警察 反而這件事 反而是要攻擊林小姐 陳老師 我覺得非常不公道 你看到的 如果他喜歡的事情 那就做 做得不好也好 也要大脅一下 他們這些人發財 沽名釣魚 但是他不喜歡做的事情 就逼迫他不能做 因為他不喜歡去執行職務 令到關清協不能夠 肆意這樣恐嚇 或者 這個 侮辱其他人 或者阻止其他人表達意見 他是做不到的 所以其實 這個特區政府 是非常之 就是看到的 其實是看到他 整個施政的信念 就是什麼呢 就是犯 是信我者槍 信我者槍 其實都講大了 就是幫我者槍 為什麼呢 就是幫個人 無論是 在去年的3月25日幫他的人 或者是現在還不幫他的人 一定有政治的酬庸 張振遠如是 林奮強如是 包括陳某波如是 很簡單 如果你跟他不合 他就壓力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剛才提過林老師事件 如果大家都留意到 其實林老師的情況 都頗為複雜 如果你說 因為這件事 其實後來關青會 有一些人 就直接投訴 林老師教育的學校 令到校方 某程度上又要處理 據聞就是 其實林老師 因為這件事件要道歉 甚至聽聞就是 校方不知會不會處理 林老師等等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朋友 都嘗試 透過不同的途徑 支援林老師 當然其實我想整件事背後 不單止是涉及到林老師 當然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林老師這樣去辱罵 是不是一種很衝動的行為 某程度上 當然這件事可以就是商言 但其實有關鍵就是說 其實當時警方 為何不是針對關青年 而是針對林老師 這件事 我想令到很多正常的人 都覺得很匪夷所思 因為實際上 如果你說 其實整件事件來說 基本上就是關青聯 去到 動這個法輪功 但其實因為某程度上 香港警方的政治考慮 其實很大程度上 亦都偏幫一些 好像同情政府的組織 而導致警方都不能夠 根據這個法律去執法的話 作為一個人挺身而出 但到頭來是惹你麻煩 是否要我們香港市民 各個都要做縮頭歸 我不如這麼說 求人不如求己 第一 大家應該去警察總部示威 或者發電郵給曾偉紅 大家上網都找到 因為警方的沙展級的探員 不能這麼輕挑 你這個關青聯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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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 或是學生 或是看不慣 麻煩你發電話去教育大學出聲 林小姐一定是教育的會員 一個會員去履行公民的責任 或是行使他的權利 去表達一些對不公義的事情的意見 向一個原本應該執行職務 去阻止不公義 即是打壓法輪功 騷擾法輪功 這些事情應該執法 他不去執法的時候 還要受到恐嚇 教協還有什麼好說的 你立即第一時間出來支持 林老師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支持他 炒魷魚的時候就麻煩了 第三個就是學校 我聽說校長挺開明的 但是如果大家去找個學校 就說我們覺得林老師沒錯 你不可以動他 這三件事一定要做 我覺得大家如果辛苦兩步 我想找一些油紙給大家 不要緊要你上去找PTU 是吧 Professional Teacher Union 搞定了 那間學校也都可以找到 立即發電郵 最後當然是對關清協的通緝 我們全程通緝關清協 不需要銅鑼灣找到去 很容易找到的 在東角度 一有這一個 法輪功就有關清協 又在這裡搞一陣 所以我想整件事大家繼續關注 也都不要讓整件事 因為時間關係冷卻 很簡單 就是這個警察做事不做的 是做一些他們 大調通緝 他們主管 或者他們主管的主管 覺得應該做的一些政治性的任務 政治執法 很簡單 因為現在廉署 我投訴這個陳柏波 已經差不多一個星期了 我上個星期二去投訴他 今天還未踏足我 是否有案 即是說現在連立網都不知道行不行 其實要這樣說 就算你說投訴之後 他都未正式通知你 那你沒辦法 陳柏波這件事都說了 陳柏波是壞典範 以方圓方謊謊 蓋謊 他就說 奸險我憤盡 困惑我多情 我不知道有沒有中大的新亞學生 他前頭有句 守兇兇 無一物 他就不說 為什麼呢 他不是守兇兇 亦是無一物 不過不要緊 我給他加了兩個字 作為守兇兇 無一物 我加了就是 妙守兇兇 兇無一物 妙守兇是什麼呢 就是《太平港字》裏面的故事 那個女賊在晚上偷東西 就沒有人知道他用什麼法術偷東西 就是妙守兇兇 農地給一個剛剛破產的扣仔 二百七十萬去買一個 買一塊不住得不食得不睡得的地 真是非而所思 很簡單 所以其實他就妙守兇兇 偷東西好 兇無一物 兇無一物 即是在兇襟裏面 一些東西都沒有 沒有辦法 還以為是目中無人 其實都差不多 兇無一物 兇襟裏面 沒有一物 加上就是 這個 這個 著掃我鮮鮮 穿埗我死頂 即是壓勻了 這個新亞的效果 就被他搞到變成這樣 真是大鑊 表手兇兇 空無一物 是不是 這個 著掃我鮮鮮 穿埗我死頂 就已經搞定了 不知道有沒有新亞的朋友在看 我覺得大家要 我也準備發起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我發起一個 全城鄙視 某波局長的運動 可能會合同一些人 搞了簽名的運動 簽完之後給10元 10元我給你一個襟箱 就是藍主 即是某波落台 是吧 某波落台 你藍主 就是一個表示 這個襟箱當然是繼成本的 另外剩下的那些錢 就是去蘋果日報和明報的登廣告 即是每人 你給了10元之後 就有一個襟箱和登廣告 就向陳茂波說不叫他落台 我希望大家會搞這件事 我現在發文主流派好像在做夢 還打算搜完書回來再搞 又用回三福皮 不信任 BMP 那些彈劾 老實說真是不玩 這些招數大家都很熟 當然其實法民裏面 不同的政黨 不同的團體 又有不同的方法 但我想對著這個政權 唯有靠自己硬正 又或者最重要是繼續看我們的節目 因為看我們的節目 才能夠用一個很一針見的角度 去幫大家了解現在香港發生甚麼事 甚至我們中國發生甚麼事 或者甚至我們剛才有大球場 講到龍老師 甚至講到陳茂波 其實雖然是三宗不同的事件 但實際上都反映到整個特區政府的貪腐腐敗 造成這些無論是法制 無論是法制 甚至是行政 政治方面一些不同形成 現在建制派站穩了一陣腳 因為陳茂波就說我不會走 我不會辭職 梁振英就說我不會炒 即是公然與我們為敵 如果大家老實說 如果你這樣的事都可以忍得 那真是沒彩 抵你死 以後沒有怨 我覺得陳茂波 如果繼續在任上做 我覺得根本官場就無公正 因為為甚麼呢 在十年前 梁錦松只不過是 他做財政司 思想知道會加稅 偷步買一輛車 節省了十九萬 即是要加稅 雙倍捐出來 都沒有人原諒他 如果梁錦松要走 那陳茂波要走多少次 是吧 陳茂波不單止要走很久 甚至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要承受司法方面的處分 甚至是延署要做事 又有一條罪叫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 就一定有機會中他 是不是 因為很多公務員 只不過是他的親戚朋友 在他執行職務的時候涉嫌佔到便宜 譬如是等於 因為食環署的幫辦 他老婆開一間茶餐廳 在他館的地方 即是經常都不搞他老婆 又不用洗地 又不會說他擺出來 有時都會中 都要坐牢 或者有一件事就是 有一個政府的公務局的人 就把那個工程批了給他老婆的那邊的親戚 又要坐牢 坐了三十個月 所以其實 陳茂波 如果是逍遙法外 還有甚麼公職 麥齊光不是很不划算嗎 是呀 很簡單 所以如果你是公務員 你都應該是 出來說要陳茂波早前 好 我們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未見到之前 剛才忘記做一件事 就是多謝今天 做首宇的兩位朋友 就是Winnie和惠蘭 惠蘭很久不見 大家好 惠蘭 因為我八月有兩個禮拜就不在香港 我停一個月 因為我八月有四個禮拜就不在香港 嘩 這樣 所以 我由八月八日 八月八日之前做不到一輯 做了一輯 做了一輯 八月開談 可能找美女做客席嘉賓 但因為我八月八日就離開 所以其實就是 做來做去都是做到下個星期二 是的 在下個星期誰頂我的位置 留意向左網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